李明佐8月遭到起诉之后 以审到法院时 曾经主张自己罹患颈椎疾病 申请停止积压 不过台中地人认为 李明佐位高权重予以驳回 位高权重而且交友广泛 临性被告与同案被告以及证人 都有相当程度的熟视 长官部署以及好友亲属的关系 检方调查认为 李明佐以其职务多次泄密给博弈集团 涉嫌收费高达4000多万 但是他除了承认财产来源不明之外 对于博弈集团陈姓首脑等人 辩称完全不认识 不过承认电竞联盟前董事长徐姓女子 是他女朋友 坚持不认识同案被告 陈正谷与徐碑金 也是单纯男女朋友关系 跟九州集团及刚股案 泄密案都没有关系等等 据传李明佐找来当过检察官 后来转任律师 也是警察大学毕业的学弟 宋姓律师为他辩护 丽萍开庭审理后能够交保 整起案件涵盖博弈大亨 电竞联盟前董事长 前媒体人 高杰警官泄密当门神 接受供养 备受关注 3D学院王子宇 张玉坤 台中报道 沉 地下 请 我 我